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跆拳道的特点分别进行了快腿王比赛 品势比赛和竞技比赛 赛场上 每一位运动员都竭尽全力 英勇奋战 坚持到最后 现场热血沸腾 最后 长州新城新跆拳道馆荣获团体第一名 来自新疆德后的国际跆拳道馆和无锡德舞道 跆拳道馆分过二三名去了解 跆拳道是一项收敛自我 锻炼体态 注重礼仪和修饶品格的运动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 赋予了跆拳道更要讲究礼仪 延耻 百折不拘的文化内涵 今年来 跆拳道在今开始的青少年中逐步流行 奥体技术业全民健身中心 是丁燕街道人体活动中心的供建单位 通过借助奥体的优势资源和活动阵地 举办类似的文化交流在活动 有利于在全街道范围内形成崇尚健身 财力健身 追求健康和民生活方式的良好环境和温 为 极大丰富了丁燕老百姓的业余文化和体育生活 屠门丁燕街道制作者宣运营 长州报宴传媒集团富裕丁燕古裕和盼丁燕街道官方微信公众号 这里不仅有第一手的丁燕 动态资讯 更是您发现丁燕 乐想丁燕 品读丁燕的最佳平台 点击 扫描微信二维码 关注我们吧